在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 美国著名的拳击手麦克泰森 与中国保镖之王李旭 在繁华都市的某个酒吧不息而遇 这两位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在命运男排下 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较量 泰森曾是拳击界的传奇人物 以其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凶猛的打法 赢得了无数权迷的敬仰 然而岁月不饶人 他的职业生涯也伴随着起伏和挫折 在财富和名誉的巅峰之后 泰森一度陷入困境 生活落魄 而李旭则是中国保镖行业的翘楚 他凭借过人的武艺和极高的专业素养 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赞誉 他不仅是中国武术的传承者 更是将武术精神融入到了保镖工作中 成为了众多名人正要的信赖之选 当泰森在酒吧中看到李旭时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挑战的光芒 他向李旭提出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挑战 我听说你能用筷子射穿钢板 我不相信 如果不用拳击规则 我们就在街头比一场如何 李旭微笑着接受了挑战 他从口袋中掏出一根筷子 与泰森一同走进了酒吧的包厢 在外人看来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然而包厢内却传来了两人交谈的声音 而非打斗的喧嚣 原来在包厢内 泰森和李旭并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坐下来开始了深入的交流 泰森对李旭的武术技巧 表示了极大的好奇和敬意 而李旭则向泰森介绍了 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和深厚内涵 通过这次交流 泰森意识到 自己对武术和其他武术家的了解 过于片面和浅薄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决定要振作起来 重新找回生活的方向 而李旭也通过这次交流 更加坚定了传承和弘扬中国武术的决心 他决心要在保镖领域 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 同时也要为推广中国武术文化 贡献自己的力量 两位英雄在酒吧的这次相遇 成为了一段传奇的佳话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了尊重和理解的重要性 也让人们看到了不同文化和背景下 人们对于力量和荣耀的共同追求 如今泰森已经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方向 他积极参与各种商业活动和公益事业 努力挽回自己的生育和财富 而李旭也继续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成为了中国保镖行业的一面旗帜 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去尊重 理解和包容不同的文化和背景